自古以来人们就在争论一个问题 就是可旋转的S型喷管在向外吹气时 会受到反作用力而转动 那么向内吸气又会怎样运动呢 从这个实验看 管口向内吸气时纹丝不动 为了检验此结论 有人制作了一个三嘴喷头 先将引气管插在吸尘器的排气口上 证明喷管吹气时可以灵活转动 然而把引气管换到吸尘器的吸气口 发现吸气时的确纹丝不动 看来吹气能转而吸气不能转 是几乎可以肯定的结论 但是等一下 这个喷管竟然迎着吸气流旋转起来 正好和吹气时反向 据此有人分析 可能是管口吸气时周围出现负压 导致喷管被压叉推动而转动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 此人在管口装上圆盘 通过更大的面积来承受周围的负压 实验说明负压推动的假设并不成立 那喷管吸气时 有的能转而有的不能转 该如何解释呢 为了寻找原因 我们也制作了一个旋转喷管 观察向外吹气的情形 发现管道根部的空气净压P1 大于管口外的大气压P0 推动空气向管口运动 当气流到拐弯处 就一头撞上弯道外圈 在冲撞减速中 空气的部分动压 就被恢复成了净压 使弯道外圈的气压升高到P2 其大小介于P0和P1之间 且更接近高压端的P1 但弯道内圈没有冲撞气流 因此这里的气压 虽然大于P0 但小于P2 于是弯道的内外圈之间 就出现了压力梯度 此时外圈的管壁 以较大的面积 承受较大的内外压差 因而获得较大推力 而内圈的管壁 则以较小面积 承受较小压差 只获得较小推力 而这箱底的剩余力举 就是喷管通过吹气 获得的旋转驱动力 而箱内吸气的情形几乎相同 此时管道根部的压力 P1是负压 和外界大气压 P0形成压差 推动空气吸入 气流同样冲撞弯道外圈 而减速升压 于是此处气压提高到P2 其大小介于P0和P1之间 且更接近高压端的P0 内圈由于没有气流冲撞 气压还是小于P2 造成弯道里依旧存在压力梯度 但P2更接近P0 使外圈管壁 以较大面积 承受较小压差 结果获得的推力较弱 而内圈压力低于P2 使此处管壁以较小面积 承受较大压差 导致所获得的推力和外圈强弱 基本相当 以至于二力相抵后 推动喷管 营流转动的剩余力矩 其大小只有喷气时 所受力矩的十几分之一 至几十分之一 因此喷头转轴的阻力稍大 就无力推动 看来要让喷管在吸气时旋转 就要降低P2以扩大管壁的内外压差 方法就是增加弯道半径 以减小气流对弯道外圈的冲击 从而抑制空气减速增压的幅度 使P2只出现少许升高 这样外圈管壁获得的推力才能更大 因此两个造型和吸力都差不多的喷管 拐弯处半径更大的那个 吸气时所获得的剩余力矩就会更大 因此更容易克服阻力转动起来 但这并不是全部结论 如果把喷管弯头做成外圈小半径转弯 内侧是直角的生硬造型 那么管口的吸气流冲击弯道外圈时 压力P2就会大幅升高 和大气压P0之间的压差进一步缩小 使外圈管壁只获得较小推力 而内侧直角则在气流中制造分离窝 如果流速合适 就会将直角背封面的管壁覆盖 由于窝流更强的负压和更大的覆盖面积 会使此处管壁受到更强的吸力 最后二粒相抵的生育力矩 能推动喷管顺着吸气流方向旋转起来 因此再有人问喷管吸气时会如何运动 无论你回答纹丝不动 或向喷管方向旋转 抑或是和气流同向旋转 我不知道都是正确答案